9月17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惨案发生在黎巴嫩 一瞬间造成了全境约2800人受伤 且有许多人伤势严重,尚未脱离危险 截至目前为止至少9人因此死亡 造成如此大规模伤亡的 并不是如原子弹体量的大规模杀身性武器 而是一步步早已被时代所淘汰的寻呼机 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BB机 关于这场有针对性,蓄谋已久且高度复杂的攻击 到底是如何实现的 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调查定论 不过被炸昏了头的黎巴嫩真主党 已将责任归咎于对手以色列 尽管该国官员至今尚未做出回应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二15点45分 地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该国其他多个地区 目击者报告称 看到烟雾从人们的口袋中冒出 然后听到像烟花和枪声一样的小爆炸音 一段监控视频似乎显示一名男子 在商店收音台前站着的时候 裤子口袋里发生了爆炸 初次爆炸后 爆炸声持续了约一个小时 不久之后 众多伤者开始涌入黎巴嫩各地的医院 各地目击者都表示看到混乱的场面 关于本次大规模巡护机爆炸案的遇难者 目前已知的信息中 有两人是两名真主党议员的儿子 他们还表示一名真主党成员的女儿遇害 而在受伤者中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亚曼尼 真主党领导人哈萨纳斯鲁达在爆炸中未受伤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透露 大多数伤者似乎受伤于面部 特别是眼睛 还有手部 部分患者有节肢的情况 有的是手 有的是手指 部分人则伤及侧腹 他还补充说 绝大多数前来起诊式的人穿着便衣 所以很难判断他们是否属于某个特定的团体 比如真主党或其他团体 但我们看到其中有的老年人 也有的很年轻 比如不幸遇难的孩子 而且有一些人是医疗工作者 对于这种利用寻呼机的攻击模式 专家们不言而同的表示惊讶 尤其是发生在一项以安全措施引以为豪的真主党身上 一些人提出可能是黑客攻击 导致寻呼机电池过热 从而引发设备爆炸 如果这是真的 那这种攻击可谓前所未有 但许多专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爆炸的视频与电池过热的情况并不一致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更可能的是某种供应链攻击 即在制造或运输过程中对寻呼机进行改动 供应链攻击在网络安全领域日益受到关注 因为最近很多高调事件都是黑客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获得访问权限导致的 但这些攻击通常局限于软件 硬件供应链攻击则相对少见 因为它涉及对设备的实际接触 如果这确实是一次供应链攻击 将涉及一个庞大的行动 以某种方式秘密修改寻呼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英国军队弹药专家告诉BVC 这些设备可能在假电子元件中隐藏了10到20克的军用级高爆炸药 这位专家表示 这将通过信号引发是一种称为字母数字短信的形式 无论是哪种攻击方式 毋庸置疑的是 这些流入篱笆嫩寻常百姓家的传呼机一定是被做了手脚 那传呼机的生产商自然就成了首个被怀疑的对象 就算不是主谋也要落个帮凶 事发后有媒体检视发现 发生爆炸的呼叫器由台湾的金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这消息一出 让该公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根据Google搜索趋势 金阿波罗关键字在过去14小时累积了超过2万次的搜寻 位居热门第二名 同时BB靠爆炸 黎巴嫩也都在位列热搜吧 就在事发第二天9月18号上午 总部位于新北市的金阿波罗紧急出面澄清 相关产品并非由其直接生产 董事长许清光表示 涉及爆炸的呼叫器是由 或公司品牌授权的以欧洲制造商出品 他多次强调 涉事基种没有任何一台是由金阿波罗公司制造出货 他说我在好好做生意 为什么会卷进恐怖袭击 也就是说设施的船户机型号AR924 不是由金阿波罗公司设计生产和制造 但承认将金阿波罗这个品牌商标授权给了其他国家 声明中表示AR924是BAC公司生产并销售的产品 BAC公司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金阿波罗公司上午下午两度发表声明指出 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均由BAC公司负责 当然对于这个解释确实可以撇清一些嫌疑 不过台湾当地的网友似乎并不买账 纷纷指责该公司希望其可以详细说明BAC公司的背景 否则怎么可以随便给人挂名卖东西 要授权就要承担风险 不然你以为授权光收钱喊我不知道就没事 并且还有大批网友担心此事过后 台湾是否会成为真主党的敌人 无论背后的主谋到底是何方势力 黎巴嫩真主党已然把矛头指向了以色列 接下来的局势或许会随时失控 手无寸铁的百姓又要过上提心吊胆的生活 希望最终的冲突不会因此而升级成全面的战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